大家好,我是波卡多 这次要来介绍在龙珠抄里没有出现 但在七龙珠动漫里,却很活跃的反派 赛鲁,他的所有形态,那么开始咯 形态一,细胞培养形态 赛鲁是可罗博士利用众人的细胞制作而成的 而这就是赛鲁刚培养出来成形时的样子 在悟空他们的时间线上,还在培养的赛鲁 还没完成前,就被贺南克斯他们发现,并且摧毁 形态二,但形态,这是赛鲁为了坐进时光机里 因而将自己退化到蛋的形态 在动漫里,只有出现蛋壳 但赛鲁有特别跟比克说明自己变成蛋的情况 形态三,缠形态,这是在赛鲁从蛋里出来后的形态 需要待在地底三年,才能再次成熟 爬上到地面,在动漫里,也只有出现他脱壳后的外形而已 形态四,第一形态,成熟后赛鲁的样子 拥有翅膀跟尾巴,并可以靠着带刺的尾巴吸取人类的精髓 获得能量,形态五,第二形态 这是赛鲁吸收17号后的形态 翅膀消失,长得更像人类,力量也更强 但却打不赢超级达尔 形态六,完全体,是接连吸收17号及18号后 赛鲁完成的形态,脸长得更像人 拥有翅膀,而尾巴却变短 战斗力更加强大,并能轻易地解决达尔 形态七,完全体,力量提升形态 这形态是赛鲁被超赛2的误犯压制后 所变成的,样子肌肉变大,力量提升 但跟超赛1-3一样,速度变慢,不适合战斗 形态八,自爆形态 完全体力量提升的赛鲁 在打超赛2的误犯时,被打回到第二形态 并决定自爆后,才变成这个身体膨胀成像气球的样子 最后是靠悟空瞬间移动,才解决这个危机 形态九,完全体,类超赛2形态 闪电赛鲁 这形态是赛鲁自爆在生负源后,所变的 因为身上有赛亚人细胞的关系 所以在生死边缘获救后,力量会再大幅提升 也因此还可变回完全体 但这形态变得比完全体更加强大 外表虽然一样,但身旁多了跟超赛2相似的闪电气息 并且强度可以跟超赛2无犯抗衡 以上,就是赛鲁的所有形态 而在龙珠莉里,还有出现蓝色小赛鲁 但那是赛鲁产出的,就不算在形态里面啰 那如果还有漏掉的,欢迎在留言补充哟 我是波卡多,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分享或订阅,那波卡影片 下次见